上回书说道 侯氏娘子过门不到十天 跟大爷呢 院里就分居邻过 家务事 一切都让二爷来干 但是二奶奶也帮着 哎 这俩人的日子过得倒是不错 大爷大奶奶在那院里边 侧面子也打听 问问老妈 不断的倒那院呢看看 照顾照顾听听怎么着 一听啊 二爷服了 二奶奶说什么 二爷听什么 总算是不错了 莫怪啊当初一日 他娘说非这个侯氏女 管不了他 也可能 从这他都学好了 心灰样耳啊 可是他们呢 一天到晚的生活规律是什么 就是 二爷在屋里头石头石头屋子干点零碎活 二奶奶呢就坐在床边去做活 那么插个花啊 做个小医生啊 就是这个 时间一长了啊 他就腻味了 二爷感觉 二爷感觉在屋里坐着闷得很 什么事情一多了 他都不香了 他紧着在屋里的 你看我 我看你就这么点活 这么点事 恨不上门口站一会儿 实际上 实际你想门口站一会儿溜达溜达 你站起来不就走了吗 他不敢动 二奶奶 干什么 我跟你商点事 什么事说吧 我门口站会儿行吗 哎 您说说 这不有点见骨头了吗 他找个管手啊 二奶奶一听啊 门口站会儿 行 门口站会儿还不行吗 去吧 哎 哎 我一会儿回来 等会儿 干嘛 二奶奶跟出来了 从屋中出来来到院中 他这个房子 他们住的是北房里外间的房 那么东房呢 那个门呢 关着了 屋里他认识什么没有 都是粮食 存的全是粮食 那么西房呢 作为他的书房 南边呢 那有的一个大门 前面有那么一个门道 那大门要出去呢 就是后边的胡托 从这胡托出去 绕到前面去 就能绕到前门 所以他们呢 出就走这个门 二奶奶出来了 就在乡房那墙那 一看有碳银 伸手 从自己的头上 摘起一颗金簪子来 手拿着一根金簪子 看墙上那个碳银 说那碳银那影子 数这个砖 一二三的三行砖 就把这个金簪子 擦那砖缩上 你不是门口站回去吗 你就去吧 看着啊 这太阳啊 不能过这三行砖 也就说不能过这金簪 就给我回来 如果晚了 可不行 哎呀 我的二奶奶 人跟太阳跑啊 怎么着 去不去吧 不是门口站一会儿就得吗 如果要不去就算了 看见了吗 现在已经过了半行砖了 那我也会 我赶紧找您的 好 一会儿的工就出不去了 二爷就出来了 来到胡闹口 这一站 呃 心里的这个开花 这些天也没出来 一直在屋里头 跟二奶奶坐着 看看 来往那行人哪 心里也痛快痛快 刚站在这儿 二爷 总没见您哪 哎呦 可不是我 听说小登科了 啊 成家了 哎 哈哈 好 也不告诉我们一说 想喝您杯喜酒 也没喝上 对不起 对不起 谁也没通知 哈哈 哪去 我办点事 怎么着 玩着 不去不去 局长现在可正热火火的 好 静等您了 这几天这排酒 哎 推得降乎急了 不行不行 大伙都想您了 您去看看 玩不玩没关系 我记赌了 您怎么不赌 看看老朋友呢 一会儿再回来 确实没工夫 什么没工夫 还早着呢 现在 太爷刚过房顶 啊 可气一听 太爷过房顶了 人家顺嘴 他们一说 那意思还没黑呢 太爷刚过房顶 可气的吓坏了 莫神行就跑啊 嚕嚕嚕嚕嚕嚕 一进大门呢 就不敢往里闯了 他慢慢往里溜 溜进去以后 一探头 一看二奶的没出来 再一看那金资啊 好 那太爷啊 已经过那金资 三四行装呢 哎呦 这要二奶的一生气 那还了的 这怎么办呢 灵机一动 有点小聪明 先说 我把那金资 往上挪一挪 他不就真好吗 所以他才慢慢的 孽族千宗 路浮好行 往前走 他刚那么一抬手 抓住这金资 拔下来 还没等往上挪了 就这一声啊 把二爷给吓的 干嘛呢 别人偷我是怎么着 哎呦对了二奶的不进位 这金资还在手了 二奶的在屋里了 那个窗户纸啊 上面有一个纱帘 可以卷起来 外边偷你纱 在屋里就盯着他了 这是头一个回合 能不注意吗 一看他从外边 和 跟偷鸡的一样 趁着脖 抬着腿 从外边进来了 哎呦 这臭缺德 这干嘛 哦 过时辰了 啊 往下拿那金资 干嘛了 别人偷过 怎么着 哎呀 二奶奶 二奶从屋出来了 打算怎么着说 不是 您这簪子要掉下来 我这过去给服务 他这么一来 后事一点一点的就摸透了 啊 这下子是这么个花头 甭废话啊 告诉你了 不能过三星转 现在已经回了晚了 打算怎么着 二奶奶 其实我没让远出去 就在门口看一个熟人说话来着 咱们给我 哎 别废话啊 跪了 跪呀 怎么着 找倒霉 怎么着 老实给我跪呀 哎哎 您说 他也不敢跟那二奶奶降嘴 不由的就这么听话 浑身呢 那么不得劲 他看着二奶奶的爱 二奶奶这人是真能照顾他 在眼前呢 也真能体贴他 但是 除了二奶奶 规格不行 他是由爱而生悲 所以就在院中冲着窗户 双腿都跪下了 跪下的时候他不老实 摸摸这蹭蹭那 一会儿他那屁股 就坐在脚后上了 哄 真是 跪还不老实 跟这个 二奶奶一回手 找了一头砖 把这顶脑袋上的 顶着 顶好 哎 把这砖往脑袋上一顶 归直了 我告诉你啊 砖要是一掉下来 我回头我拿那赶帐 我揍你 哎呀好嘞的 二爷 跪在这直挺挺 脑袋顶这砖 嘿 现在这滋味 二奶奶您可太损了 好在 跟大哥不在一个院 要在一个院 寒着死了还 嘿 二奶奶 我改了不行吗 二奶奶 别废话啊 跪会吧你啊 一会儿再说 哎哎 好 二爷这难受的汗糊糊往下流啊 这个时间应该端饭去了 到吃晚饭时候了 二爷还罚柜呢 可厨房大时候一看二爷没来 就告诉那老妈 哎 我说老奶子 二爷没端饭来 哎呦 给他送去吧 嘿 你别等他端了 哎 老妈啊 就把这饭端起来了 一个托盘 端着这饭 刚一进跨院 一看见二爷呢 脑袋顶着 专柜着的 呦 我的二爷 您这练什么功夫啊 哎呀 我这练功夫 还有怎么练的 老妈一说话呢 二奶奶就出来了 呦 妈妈 你受累吧 得了 我给蒋青 让二爷起来吧 我呀 冲着王妈的面子 起来 哎 谢谢您了 哎 他还得谢谢 把砖拿来来 起来 这两个科西 跪在这疼啊 妈妈 把饭给他送到屋去 二爷回到屋 洗衣手 二奶奶说 吃饭吧 哎 您别看这个时候 他倒伺候着二爷了 老妈呢 来到这院里的 大爷 大奶奶 告诉您点事 什么事啊 我上大院送饭去了 二爷今儿个没来端来 我一到跨院啊 一看二爷在那发跪了 脑袋上顶个砖 大爷差点没笑出来 心说 离度君子 法度小人 嗯 他就得这样管着 云士一笑没言语 啊 今后看这事 你们别过去 躲着点 哎 哎 从今天往后起 这个二爷对二奶的眼前头 是说一不二 唯命是从 呃 让你在门口站一会儿 时间长了就不行 可是呢 他也不想出去 人老跟太爷跑还行吗 书要简断 有书则长 无书便短 这个时期 二奶奶怀孕了 二爷更得照顾他 大爷那院知道了 也高兴 因为云士没有生小孩 二爷这屋生孩子 那也算是安门之后了 那么大奶奶呢 对于二奶奶也有所照顾 二奶奶是万分的感激 二爷更忙了 支顶到分娩落生 生了一个小子 生一来之后 全家人都高兴 孩子满月了 二奶奶没有心 再去管二爷 二爷也很自然的 会疼他照顾他 有了孩子了 这孩子顶到 六个月以后 那么这可气呢 就有点放松了 哎 大爷背弟弟的 告诉大奶奶 你去跟弟妹 这么这么这么说 哎 有这么一天呢 二奶奶抱着孩子 来见嫂子 这云士就跟他说了 哇 怎么样 弟妹 兄弟最近挺好的吧 他倒没什么 就是有点 搬不倒骑兔子 老不稳当 云士一笑 差点没笑出声来 因为什么呢 从云士口里头 说不出这种俏皮话来 因为猴士娘子 她的娘家 有的时候听旁人说呀 哎 今天顺口就了出来了 哦 怎么不稳当 嗨 就这么个人 那说什么呢 哎 大哥说了 但希望啊 兄弟能够从今以后 啊 改过自新 真改了 那么现在呢 有弟妹守着他 他可能够不敢 不有了孩子吗 大哥说让弟妹 再看看他放松他一把 瞧他能不能记得赌 我想 不易 万一要是改好了 那可是该找你们的福气 哎 二奶弟听我明白了 回去以后 成天在屋里头 连二爷在屋里站 连看都不看他 二爷在屋里 吃我这孩子大上 有时候腻味了 二奶奶 我们跟着站会儿行吗 去你的 哎 我一会儿我就回来 随你一边 好嘞 可气就出去了 一看 也没拿那金单 往那墙上插 但门口站了一会儿 就回来了 二奶我回来了 回来回来 快 也不问他了 那么送饭的时候呢 他自己端了 吃完饭以后 把这碟子碗都送走 可气 灵机一动 他就没回去 他让他哥那去了 哥哥 咋子 哟 兄弟 来了 哎 挺好的 挺好的 孩子怎么样 哎 挺胖 嘿嘿 爱人极了 跟哥这说了会儿话啊 好会儿时候 比每天门前站那个时候 脚长一些子 他回来了 一进门 呵呵呵呵呵 二奶奶看看他没言语 哎 我说二奶奶 嗯 我没出去 我送完了那家伙以后啊 我跟哥那说话呢 呵呵呵 他那坐会儿 谁问你 说就不是 呀 可惜干行啊 倒是有了孩子 转个天来 哎 又来这么一回 时间还长 回来以后 这侯氏也没问他 他自己去解释 我就在哥那屋里 谁管你了 哎 又隔了两天 可气外边待上去了 门口一站 这儿溜达溜达 那儿溜达溜达 一去就两个时辰 从外边溜达回来 哎 二奶奶 嘿嘿 你喝水吗 不喝 呀 哎 我说二奶奶 啊 你 怎么不管我呢 哎 您听听 这不见骨头吗 不管了 他也难受 这位二奶奶也会说话 我管你干嘛 告诉你 过去我管你啊 我怕你不好 怕我无依无靠 现在我有了儿子了 我疼我儿子 照我儿子 还照不过来了 今后随你这边吧 你这么大了 你什么不懂啊 好嘞 可气一听就放心了 试过没几天 这可气就放心大胆 溜溜达达就出来了 在外部一站 待着地位 哎 无形中 他这两条腿 就上赌场上溜达 溜达来 溜达去 刚到赌场 有人看起来 哎呦 二爷 少见你了 好 诸位诸位 来来来来 看谁来了 二爷 呵 二爷这会行啊 和您的成家以后 敬手 我说您太太呆着了 把我们的老朋友都忘了 没能事能忘了吗 忘了我看来 我来看看你们 好嘞嘞 这这这这 我说 这宝现在压着正 正得劲时候 您来 哎 别宝 对不起 不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 解解门完了 不耍忌妒了 别闹了您哪 这边这边 拍酒拍酒 拍酒也不来了 您玩会儿吧 不 记得了 我看看 他说是看看 这儿瞧瞧 那儿看看 唯独这个耍钱的人 要一看这个赌博呀 他不由的是 手就痒痒 他要不来呀 那么难受 看着看 他在枪活咯 他一看出便宜了 掏钱就往上割 那个 尝了九度 无胜家 是非输不协 他带着钱不多呀 输了 输完以后 他舍不得走 和他们牢牢 去走 去走 怎么着 二爷 借来钱 借来钱 您怎么着 这刚来 我没带多少钱 回来给你 二爷现在自个儿过了 好您呢 您用多少 说来个二十两 行给您 二十两拿过来 哥又输了 呵 再来个二十 怎么着 又来个二十 哥又输了 别别压了 你那 那意思我们得看 你这点忙 你借钱 不要紧 你输多少 没关系 你得还我们呢 你拿什么东西 给我们 人家是这么想 好了好了 我回来还你 断开 还能挫你 钱吗 今儿不给 明儿给你 不就完了吗 可气就回家了 一边往回走 一边想 我可怎么办 一进家 见着二奶奶 二奶一看他来了 嗯 吃饭了吗 没呢 没呢 我吃完了 哎 您知道我 我出房 我自个儿端去吧 二奶奶也没跟他着急 拿眼看他 就知道 他呀 又耍钱去了 可是转过天 那四十两银子 怎么还人家 没法说呀 二奶奶 您那钱 给我点行吗 干嘛 啊 你干什么 不是 昨儿个朋友 跟我借钱 嘿嘿 我不好意思的 没有 嗯 用多少 其实不多 就用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啊 好 五十两银子 搁家过日 得过半年 没钱 要钱呢 给你二百钱 还是二百钱呢 其实我都这么大了 从小时候一天 二百钱 还二百钱 没钱啊 乐意玩 自己玩去 爱怎么玩 怎么玩 钱没有 哎呦 可惜 一看我坐屋 看你干嘛 就出去了 刚一出门 到了胡同外边 哎呀 怎么样 去头让我来的 呵 钉真紧呢 你呀 局里也不放心 看看你是真有钱 假有钱 真当家了 假当家了 你先走 待会我就到 行吗 行行行 要让走了 要让走了以后 可今一想 这笔债是阎王债 从今以后 我可就不赌了 但是这笔账 我得还上 他倒想记赌 可是外边 已经拉了账了 要找侯师要去吧 他不给我 他绝不能给 因为不是一两二两 一张嘴就四十多两 这可怎么办 嗯 一想啊 乡房那书房有东西 我进那屋里拿点去 拿点什么 我给他 即便以后 二奶奶知道了 或者罚过去 我就改了 你说他这乡房 哎 也有点意思 哎 他就回来了 回来一看 院里的清醒啊 哎 他慢慢的 就留在西房了 东房不行 东房里边都是粮食啊 进西房 一拉门 往屋里一瞧啊 哎呦 真有意思 这怎么了 条上也光了 桌子上也光了 嘿 任何没有 光板的调干 摆是全没了 除非你不得桌子扛出去 哎呀 早有准备啊 呵 我这门也拿不了了 只好从屋中出来啊 从屋里出来 在外交屋拿吧 进北方吧 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一点声音没有 开个门 刚一进屋 一看条案头上 跑去那大平 小件呢 有个尊 把这拿走吧 二奶奶知道捅完楼子 我再秧给 把账钱赌上吧 一步一步 刚往前一伸手 就听屋里的说了话了 干嘛 嗯 要偷上屋里偷来 不是 那回账 把乘气子跑了就了 哎呦 我娘kah走 哎呦 一下跑大门外去了 一看后黑ì 没追来 哎呀 我娘 哎呦 吓死我了 后来一想怎么办呢 我还得想办法把这仗还上 就想到乡房的粮食了 得了 我上东方里偷点粮食啊 多少钱还点再说啊 省得人家堵着门口找我要账来 二次就回来了 聂族千宗跟偷鸡的一样往里走 二奶奶把韩奶着了 接着这个窗户就得沙窗 悄悄的往外瞧 哎呦 干嘛这是 哎呀 缺得的 上东房了 这要偷粮食怎么着 果不其然 这二爷进屋了 一看这大口的粮食 这怎么拿呢 他想多背出点去啊 多值点钱 把这口袋立起之后往上背 他背不动 哎呦 卯足了劲 拿这后夸那么一垫 总算把这口的粮食拖起来了 大约有个板的筋 他想直起腰了 可就直不起来了 您说这人脑子在这儿 他就不那么聪明 你得什么时候背老远的出去 他一步一步往外背 从屋中背出来 到门到这儿 想上这个门到的台阶 卖的门槛 这条腿就有点抬不起来 刚背起来行啊 走那么十几步 出来可就费了力了 二奶奶那接着冲正看 臭挨刀的 在外边赌博 回着偷粮食 你可真狠啊你啊 粮食都往外拿 不给你点厉害 看起来你是改不了啊 怎么办 在外建屋拿了一把菜刀 拿着一把菜刀 慢慢的 就走到二爷的身后 二爷呢 背这口的粮食 磨着个腰 正想迈在门槛 接着他这个胯底下 也就是说 这两个腿 当中间往后 正看二奶奶脚 二奶奶拿着菜刀 想把菜刀举起来 高举 轻料拿着刀尖 在他屁股上呢 划一下 吓唬吓唬他 你看 一举之后 可欺 这是吓唬他 可欺一看那脚子 吓了一跳 他那后部一嚷 二爷一翻身呢 就把这口粮子扔地下来 你可跑啊 不 他然后不撂卷子 他们一撂卷子 刀正下来 扑 正好 撂屁股上了 哎呦 哎呦 捂着这屁股 就往外蹦啊 二奶奶这刀拿着手 也躲得上了 你看看 见血了 狮子往下不下 我没想到 真撂个大口子 可欺 可欺 打糊涂出来 往前门跑 跑到前门 一进大门就喊 可欺 可欺 管家出来了 哎呦 二爷 您这怎么了 这是 哎呀 我叫人给剁了 这是谁啊 咱可没惹过这个啊 你们给我帮帮忙吧 不是 跟谁这是 您说 我哥哥呢 哥哥 管家往里喊呢 大爷 大爷 您看看二爷去 二爷怎么叫人拿刀给剁了 云市的吴一厅吓了一跳 大爷当时也吓了一跳 一转脑子 没别人 别人不会这样 准是两口子 我出去看看 他从乎出来了 可欺 两只手 五十四几的大胯 哥哥 哥哥去看看 这是怎么了 我问你 你哪给我找那母老五来啊 拿菜刀剁我 我嫂子也拿刀剁你吗 这个啊 大爷一看 真够凶的 翻回头来 咱们再说这个侯市 是这么凶吗 侯市二奶奶啊 想管他 怎么样叫他 知道厉害就能改了 总认为是理度君子 法度小人 拿着这把菜刀 高举清料 拿着刀尖的 屁屋扣的 花一口就完了 谁想到 他把这口子粮食 扔着他撂卷子 一切给撂一口子 直哆嗦 看他跑了 哆里哆嗦 拿着这把菜刀 已经进屋了 哎哟 进了屋还后怕呢 这要给多好点 怎么办 就在这么会儿功夫 大约吃了 没有那么一口茶的功夫 就听外边 侯市来 一出来 哎 侯市你起火 太一声 侯市一听 怎么这小子 我刚疼您 就翻车了 二奶奶出去 敲敲 我跟你较量较量 问题 是 装 ούμε